哈囉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在超激戰意告出來之後 我們基本確定的就是這一次宜人節的新限定就是Keru 然後它會是怎麼樣子的形態來呈現就不太確定 不過按照它的台詞來說 以我們在龍族巢的劇情內 它會變成那個暴走的Keru 也就是這一個形態 那麼就非常久違的啦 這一次就想說大概跟大家聊聊吧 自己對它有一點點的期待的能力之類的吧 然後首先在隊長技面上的話 純粹瑞亞人跟BGBGKeru這兩個類別 我覺得是還蠻大可能性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其實在超二狀態的話會有Full Power 可是在暴走狀態的情況下 其實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所以隊長技應該是介於這兩個之間會提出來一些 像是BGBGKeru可能會有 然後純粹瑞亞人可能會是主在它的那個30% 然後這一次的話我覺得因為它會爆發是因為那個 那個叫什麼啦 卡利夫拉一直不理它的關係 所以親友之盼應該也會在裡面 可能最主要的是親友之盼 第六宇宙再加上BGBGKeru 就類似我們的小悟空這樣子 三個組大類別 然後再加上兩個小類別 可能宇宙生存篇 積極的成長或者就是憤怒的爆發 三選二之類的 那在最長技的組成 我大概是覺得是這麼個樣子的結構啦 然後再來的話 必殺效果方面 因為這邊我個人對於這張Keru的推出方式的話 應該是以黑髮狀態 然後打著打著 變身成 主動變身或被動變身 我比較個人的偏好 我是覺得是主動變身會比較容易一些 會比較好用啦 所以這邊就預設了它是主動變身 然後從原本的黑髮型態 然後變成暴走型態 所以在必殺的功能最初來講 也就是黑髮型態啦 這邊目前我們有兩張黑髮的Keru嘛 然後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 攻防無限上升 攻防無限上升 我覺得這個算是Keru他們標配的能力 或者就是對第六宇宙的女賽亞人來說啦 攻防無限上升在黑髮階段 好像是蠻標配的那個表現啦 所以我就覺得這邊就會給它一個 攻防無限上升 超絕特大傷害 最後再看有沒有降攻防之類的 嗯 或者就是輔助 輔助加攻 輔助加防 不過我覺得應該不會有啦 因為自身已經是夠強的啦 所以大概就是一個 攻防無限上升的能力啦 然後在被動的結構上面啦 最近就是怎麼說 嗯 還蠻多登場 多少回合內 就給多少能力這樣子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能力應該會有 然後 然後 像這一張Keru啦 他有一個蠻標誌性的能力啦 就是 卡利弗拉有在場的話 他會有這個全屬性格的能力 然後 其他人都沒有啦 然後這一張的話 他是可以獲得更多的輔助 然後 這一張的話啦 然後 卡利弗拉有在場的話 他可以獲得更多的連擊啦 所以 這一些方面 我覺得應該都是黑法狀態的卡利弗拉 應該會有的能力 所以我就想說 可能在一個 六回合內 因為對應第六宇宙 然後 六回合內 有第六宇宙的 隊員存在時啦 可以獲得全屬性防疫 就不要給他那種 常駐啦 可能就是短期會有這樣子 然後 必定追加攻擊 然後 中確率必殺發動 增加他 他開必殺 在這六回合內 儘快提升他攻防的能力 然後 可能就是在 自身的攻防的那個 趴數上 不要給到太多啦 可能就想說 就跟之前的一樣 160趴 就差不多了 然後接著的話 就是 名稱卡利弗拉這個角色 存在於隊伍內斯啦 可以給隊員 就是輔助 全員 氣力加2 攻防30趴輔助之類的 然後 對應到親友 有吃飯這個類別的那個角色啦 可以額外再加上 氣力加1 攻防20趴 或者就是 攻防20趴 會心多一個 10趴這樣子的能力 嗯 就是 在黑法狀態 就是 有無限疊攻防 跟輔助能力啦 然後如果是 卡利弗拉有存在於 同一個攻擊 參加中的時候啦 就會 Extra 獲得攻防再上升 可能就 60趴這個樣子 然後必定追加攻擊 高確率 必殺發動 我基本上 我想要的啦 就是通過這一些角色 全部 融合在一起 他們的能力 這樣子 這個是黑法狀態啦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 攻防無限上升 全屬性卡抖 連擊 還有就是 輔助 這幾個就是 對於這家 黑法狀態的 Carrier 我一直會有的印象 是這個樣子啦 嗯 輔助能力啊 連擊能力啊 攻防無限上升 這樣子的話 整體弄起來 趴數不高 像我剛才這樣講下來了 最大的加成也才 270趴 然後可以無限跌攻防 就趴數而言 真的是不高 不過就 把所有的攻擊能力 就放到它變身成暴走狀態的時候 然後在這個狀態下 我自己大概算了一下 以假設 這個防疫的三圍是 1萬1千多的上下 踩行狀態 1萬1千多左右啦 它疊個5次 就有50萬 疊個7次左右 欸 10次左右啦 就可以到一個 70出萬左右的防疫能力 還蠻快的啦 因為本身的 連擊必殺的機率 其實還蠻高的 像我剛才猜想的能力裡面 就有單回合 四發必殺的可能性 以這樣子的 算下來的話 要疊到10次 6回合內 還算是蠻有機會 當然 就 畢竟一個是總確率 一個高確率 就發動力未必是那麼的高啦 但是就 有那個機會在啦 打底啦 單回合兩發 還是可能是有的啦 嗯 只要 潛能的連擊 給到它一些 然後再來的話啦 變身成那個 暴走狀態的條件 我這邊大概就想說 戰鬥中自身受到6次的攻擊 因為 怎麼說 它的表現就 在動畫裡面的表現就是 它的內心不斷的受傷 所以就是被打啦 就可以發動 6次的攻擊 對應第六宇宙這樣子 很麻煩啦 我就是喜歡這種邪影的感覺 呵呵呵 第六宇宙的感覺 然後就被打6次就可以發動 或者就是 就是名城孫悟空的敵人存在時啦 就可以馬上的變身 不過當然 如果真的是按照原本的能力 攻防可以無限上升的話 絕對是疊夠本的才來變啦 嗯 全屬性Guard 結束過後 才來變身 那麼變身之後的話 因為變身之前 我就沒有什麼必殺動畫的想法啦 變身之城暴走Gater之後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我對這一幕的話 我還蠻喜歡的 最主要的就是那個 胸口撞過去啦 大家可以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是大概我大致上剪一剪 剪出來的啦 嗯 肯定不會是官方的 所以就是我自己 應該說 官方肯定不會用到完整一模一樣啦 不過其中一些畫面我相信會有啦 相信會有 尤其就是那個胸口撞過去那一幕 這個是我覺得 尼賽亞人的布羅利 應該要有的東西啦 這個Karen 大家看一下 衝擊過去 踢 凸 然後碰 然後把他黏壓在地上 然後把他拋起來 然後最後一個那個 氣蛋衝過去 最後的KO畫面 陸黏 卡卡羅戈 不過這邊是 聖狗狗 大致上這麼樣子的動畫 非常非常的簡短 其實在這一個段落那邊 它有一幕是捉着悟空的头对着那个岩壁这样 砰砰砰砰砰 算是可以致敬回以前布罗利的那个动画啦 那边的话我也是很喜欢 可是它有两个画面 一个是在岩墙上面这样推过去 另一个是压在地板上这样推过去 压在岩墙上面这样推过去 在布罗利上面是吧 还是哪里一张 好像我有印象有出过这样子的画面 当然不是Carrie本身的这个角色啦 是别的吧 有看过 可是压在地板上面就有一点少 这边就用地板上 然后把整个人拉上来再丢出去这样子 还蛮暴力的 还蛮暴力的 暴力每些蛮满 所以就是这么个样子的想法 所以就选择了这样子的必杀动画表现 当然官方会出什么样 我不知道嘛 自己的想法 然后就是变身成暴走状态 暴走状态的话 其实就这张 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它这边的能力其实也是很猛的 攻击160% 必定追加攻击 超高确立必杀发动 然后登场6回能内 有一个60%的减伤 当然这个减伤我就简队是要把给按下去的啦 再来就是战斗开始气回合以后 取得体系6个以上 还有减伤60% 这边的话 我就是有稍稍的跟动一下 这边在必杀的想法上 就不会刷增加防疫力啦 因为前面可以无限叠攻防 然后又可以续成下来 所以能力上应该是有已经不错的防疫加成啦 所以是一回合攻击大幅上升这样子 就是火力全开的地步啦 然后超绝特大 然后超大幅降低防疫 就完全跟这个是差不了多少 主要就是把他的那个前置啦 多一个攻击上升这样子 然后被动面上刚才就说到了嘛 就减伤方面我是一定会给他的 不过登场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点类似红神悟空 也是会有 extra给他能力嘛 这边的话就登场的6回合内啦 是他的最强状态之一啦 必杀发动时攻击 Extra 60%提升 然后自身的攻防给到260%啦 就跟变身之前是差不多的 变身之前是差不多的 变身之前是条件全满2007嘛 变身后是260 可是因为必杀发动时会Extra再增加 那么他的基础攻击就会够高啦 然后减伤方面的话 刚才就说到一定要给 所以初始减伤直接就是60% 配上前面叠的防疫 当然是会硬帮帮 可是这样子又太强啦 所以我们必须要稍微削弱一些些 所以每回合经过啦 会降低5% 最大降低30% 所以最后啦 回合数达到6回合过后 他的长柱减伤剩下30%这样子 但是就配合前面的叠防下来 还算是OK用 尤其是现在的环境来说啦 变身过后基本上就是快速的解决敌人这样子啦 不会维持到特别久 尤其是这种种我们主动可以变身的状态 嗯 那么再来的话就是必定追加攻击 超高确立必杀技把动 这个就直接给他召魂帮过来啦 让他可以更多的连击 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次受到攻击 因为在不罗利状态的话 应该说存操状态爆走状态的情况下啦 被打他的攻击力就越高 其实也是想过啦 或许就是每一次触手攻击力就越高 也是OK 这边就看官方怎么安排 然后会心发动力也会提升 越打越暴力嘛 嗯 差不多是这样子 这样子可能这边的话就是 每一次攻击 攻击提升10% 然后会心加5% 为什么不增加防御力 因为 已经有减伤了 再加上前面是无限跌攻防 如果再增加防御力的话 那么会太夸张 会太夸张 刚才有说过了吧 只要跌了差不多10次的那个必杀的话啦 5次必杀就有50多万 10次必杀就有70多万 所以来到这边就不能这么搞啦 会太夸张 然后最后的话我就稍微想了一下 就是有一个 战斗中每受到6次攻击 我想说这边给一些比较特别的能力 以前没有的嘛 每受到6次攻击 下一回合再登场 必定追加必杀发动这样子 嗯 有一个必定连击必杀的能力 但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出发 可是这一张角色来讲的话 变身之后的这个能力来说的话 如果一开始有减伤 所以前期要达到6次的话 不算很难啦 可能两个回合登场就可以 然后在第三回合就可以再出发这样子 因为这个 一直有的追加必杀可能会太夸张 所以就想给一点限制吧 6次攻击 5次或者3次都OK啦 不过这张能力是 99%不会有的啦 哎 99%不会有的啦 因为这种太麻烦的能力 然后最后把在动画里面的表现 其实就跟我们的布罗利剧场版里面有一样的啦 男神悟空对凯瑞有开了一发的必杀 然后无伤皆下这样子 所以就面向自身系的 自身的气弹系必杀啦 然后无效化 然后拼以超绝大威力反击 反击的方式大概就是 捏着他的脖子 然后请他一个气弹 类似这样子啦 正常的那个表现的话 就很多种啦 反正就是那边 因为他就是捏住悟空 那个捏是一定会有的啦 至于后续的攻击表现 官方可以随意的发挥 然后可能这边的话 还可以给他一个主动剂 就是全体攻击 在最后的时候 收尾之前 在他被干掉之前的那个主动剂 全体大攻击 那不过那边的话 就可能 来个必定会行就好了 嗯 然后 哇 因为前面可以无限跌攻 所以这一个啦 会带来的火力会蛮夸张的 那么这边的话 就一直跟大家说到 他的能力啊 那些 讲说暴走gare的状态 然后给到最强的火力状态 就是他的输出状态 那么这边大家可以稍微 了解一下就是 在这一个被动下 还没跌满之前 就是一进场啦 我们没有被打到 他可以有一个700出万的火力 然后配上三连必杀的可能性 然后700多万哦 因为是攻击大幅上升嘛 800多万 800多万这样子 就是直接就超过2000万啦 如果被动前满然后 这个6还在6回合内的话啦 单下必杀是可以破1000万的 也就是说如果是刚刚好 顺便触发到那个6次的攻击 再登场的话啦 4次必杀其实是有一个 4000万左右的输出啦 这个就是讲说在这个状态下 给到他猛一些些 不过这边全部都是我自身的考量啦 自身的猜想 实际会怎么个样子 就不太好说啦 骂骂骂 这边就是这一次的 Cat的能力猜想啦 希望会有到这样子的强大啦 因为毕竟这个 愚人节 去年的拉哥 我们的最强男人 Ratitz 实在是给人不抱一个种期望的感觉啦 但是这边 因为前一年的2021 那个Bitel又特别的暴力啦 所以想说这一张可能也可以一样的暴力 嗯 所以就到时候我们再看看啦 可能等下晚一点官房 4点就会放出能力 也说不定 但是就 也有可能会隔到多一天啦 不过应该就是这两天的时间了啦 嗯 好啦 大家觉得这个能力怎么个样子 哈哈 还有就是那个必杀动画的表现 还不错吧 诶 骂骂骂 花了相当多时间跟大家聊 希望大家是 有兴趣在猜想这方面啦 嗯 好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yamanhani 拜拜